眼前这辆02款的本田S2000 便是Gun Squad这两位小哥 从网上近拍到的 此时 他们正在进行着洗车工作 这辆车子在市面上 可以说是非常少见 因为这车早就停产了 像他这样成色比较好的车 小哥当时在拍卖的网站上面 也只找到了五辆 他们十分幸运地拍到了一辆 而且 这辆车也是他们一直想得到的 像这辆车的七面 大体上全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有一些小的边缘有那么一点磕碰 整个漆面 目前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挖塞 但是还需要进行一些详细的检查 两位小哥这边 是想将爱车鼓道进车库 打算对车矿做一个检查 现在这些刹车盘 看起来都已经生锈了 而且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前面这块叶子板上面写着 刹车卡前全部都松动了 现在不能推动 可能是因为生锈锈住了 这边打开引擎盖 是要准备来看一下发动机舱的情况 里面装的是一台本田的红头机 整个机舱的状况 看着还是蛮不错的 并未发现有拆卸过的痕迹 就是有些脏 另外前面的保险杠也已经松动了 稍微一用力就可以直接把它取下来 居然保险杠都拿掉了 那么顺便看一下底部的情况 这辆车的底部受过撞击 绿色的箭头已经飙出来了 而且空调冷凝气的支架 也已经拖出来了 另外这边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大的缝隙和褶皱 所以这辆车像是经历过一个脱底的事故 需要把这块拉出来 然后再进行一下焊接 有可能还需要一个新的散热器 因为下面全都是冷却液 不过好在 这边的焊点不是很多 看了一圈 好像就只有两个焊点 这边小哥也说 可以买一个新的 但是具体的情况 还是要看 等会把这一块拉出来之后 才能决定是否换新 如果情况不太好的话 那么就可以去买一个新的框架 小哥这里好像是发现了一些类似动物的毛发 他说 这车子有可能是撞到了鹿 或者野猪一类的大型动物 导致事故的发生 这些毛发 似乎更像是鹿的毛发 钻进车顶 查看线路是否有被扯断的现象 确认没啥问题 进入到车内 尝试启动车辆 看看发动机的运行状态如何 因为火花塞非常的脏 他们也已经提前买了一套备用的 还没进行安装 先启动一下 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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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车子顺利启动 但是整个启动的过程非常艰难 所以这边要给火花塞做一个更换 大家可以看看它这个火花塞取出来之后的样子 实际上这个火花塞早就应该换了 现在换上全新的 然后再来试验一下 看看车子的启动情况怎么样 还是跟刚刚一样 启动后的运行状态一切正常 就是启动过程十分困难 所以两位小哥是将车子放到了举声机上 准备对车辆进一步排查 因为现在的光线特别好 所以底下的情况看得比较的清楚 两位小哥非常的肯定 这辆车就是撞了一头路 从车头一直到车尾 底下全都是这种路毛 这辆车把这头路整个的碾压过去了 然后从车底擦过 造成了车子的故障 小哥这边也是说 自己第一次在拍卖公司 见到这种受损的车辆 整车排查完成之后 下面开始对车辆进行一个拆解 现在他拆的是一根散热器管路 拆掉散热器之后 会对底下的框架进行一个副位 而且他这个散热器 存在着泄漏的情况 漏得还挺严重 在底部这整条的地方 只能是看看 能不能拿到散热器商店进行修复了 如果不行的话 那只有换新了 现在是来到了散热器修复商店 来看这个散热器能不能修 另外 他们这边还有一个 用来当备件的散热器 因为S2000的散热器接口位置 发生了一些破损 他们想着 把这个备件上面的接口拆下来 然后给它换到S2000上 想法很不错 可惜 最终还是换了新的 商店老板建议两位小哥直接换新 因为使用旧的后期 可能还会出现泄漏的情况 这个散热器修复过程 需要等一个小时 所以他们现在打算先回家 处理一下其他的工作 车头前端的这块冷凝器 他们不想拆下来 他们下一步就是准备 把这个变形的框架矫正回来 然后把断开的地方重新焊接回去 整个的修复工序也很简单 直接用电动脚盘就可以了 像这种拉拽的过程 大家可不要轻易模仿 因为那个东西 它不好控制 非常容易就会把你的爱车拖坏 现在这个框架 已经是矫正过来 在焊接之前 他们还是想看看 能不能找一个二手 或者是买个新的 先去找找部件看一看 如果能找到二手或者新的 就把它整个切割掉 换一个新的 这边暂时先不管 去看一下散热器修复的情况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等了一个多小时 结果商店老板告知他们 散热器无法修复 底下这里 沿着这一条线全都断开了 所以这个散热器 可以说是报废了 他们需要去买一个新的散热器 但是买新的散热器 等的时间会非常长 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 本田S2000在09年的时候 就已经停产了 配件也比较难找 如果需要新的配件 那么就要等 两位小哥这边 决定去他们那边的废车厂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二手键 这里面全都是报废车 就是一个卖拆车键的地方 他们这次找的也非常简单 直接找了一辆私域的 因为他们的散热器都差不多 直接就可以使用 这个散热器 虽然看起来跟S2000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电子风扇上面 有几个螺丝的支架 以及螺丝的位置截然不同 不过这个问题非常的好解决 直接用扎带给它扎住就行了 因为这只是他们临时用的一个散热器 主要先让这辆车能够跑起来 等新的散热器到了以后 他们会把这个电子风扇重新换掉 这边是冷却原液跟蒸馏水 下面他们要把这个全都装车 然后看一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他们这边的冷却液 全都需要自己去对蒸馏水 现在散热器装好了 冷却液也加了 正当小哥准备重新启动车子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咱们可以看到 整个排气管都是冷却液 冷却液已经透过排气了 说明发动机内部 很有可能出现了破裂的情况 导致冷却液泄漏 然后通过排气系统排出发动机 所以现在可以认定 这辆车的发动机 是一个需要大修或者报废的状态 如果再进行运行 这台发动机 很有可能直接就拉缸了 对于两位小哥而言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现在 他们需要把这台发动机 整个的拆解出来 更换新的垫片和钢盖 甚至整台发动机 都有可能需要更换 小哥这边也是很无奈 但是自己选的车 含着泪也要给它修好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冷却液的泄漏十分严重 排出的这些液体不是水 不是发动机的燃烧效果 全都是冷却液 原本两位小哥是打算买一台新的发动机 结果找了一圈都没有合适的 所以呢 又从网上拍了一辆本田S2000 也是一辆事故车 咱们可以看到 这车损伤就比较大了 后轮都被撞没了 好在是拿来当拆车键使用 两位小哥是打算使用 这辆车上面的发动机 由于是硬顶的缘故 车内的主副驾气囊并未弹出 侧气囊之所以也没弹 因为这辆车没有侧气囊 所有的问题全都集中在右侧 前挡风波里的3123 则是该车辆的行驶里程 另外这辆车还是2005年的 过去十多年才跑了3000多英里 车主基本是拿它当古董收藏了 机盖一打开 让两位小哥非常高兴 因为整台发动机 没有做过任何改装 全都是原厂部件 而且他们之前买的那辆车 经过了很多的改装 在拆卸这台发动机之前 先对它做一下检查 拔出机油尺 看看机油的状况如何 还有冷却液也给它看看 油水都没啥问题 不过要更换一块新的蓄电池 原车的已经没电了 现在来启动一下 看看发动机的运行状态如何 确认发动机没有任何问题 下面要对其展开拆解工作 由于右侧受到撞击 所以整个尾部变形的也比较厉害 不过这辆车的残值 还是非常可观的 特别是这一整套的完整引擎 这个硬顶如果是好的 两位小哥也可以稍加改装 然后给它装到那辆车上去 整个的内饰情况 除了右侧比较烂之外 其他的都还不错 特别是中控台 没有一点损伤的迹象 到时候拆下来拿去出售 也能回点本 现在开始正式地拆解发动机 分解掉所有的电缆和进气管路 排放原车的冷却液 对整个车头的零部件进行移除 散热器跟叶子板还有大灯 这些东西都能够继续使用 原本还想着去订购一个新的散热器 现在看来不用了 车头周围所有的附属件 都已经拆卸完事 下面开始拆解底部的排气系统 拆掉排气管之后 断开传动轴 这辆车的发动机 位于曲轴的后方 所以 整车获得了最佳的50比50前后质量分配比 又结合了纯正运动车的一个布局 就是后轮驱动 现在他们已经是分离开了传动轴 下面只要拆解掉变速箱的支架 以及发动机的支架 就可以将这辆车的发动机 从机舱移出 一般咱们常见的 都是抬发动机 但是两位小哥这边 由于没有那个举重机 所以呢 他们打算用千斤顶 将发动机从车底移出来 好在这车的体型不是很大 一个人能够将其举起 不然拆起来 可就没现在那么简单了 这个车架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磨了一个洞 包括这边全都用切割机切过 从这辆车受损的情况来说 按道理这些地方 都不应该有问题的 先不管那些 发动机是好的就行 下面要拆解第一辆本田S2000上面的发动机 然后把第二辆车的发动机 移置到这车上 因为有了刚刚的拆解经验 所以 这一次拆解的速度非常快 再加上有举升机的加持 没一会的功夫 就将整台发动机鼓到了出来 两位小哥也是非常的开心 整个过程十分的顺利 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大概也就花了一个小时 其实 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对这台发动机进行打散 把能用的零部件归类 然后拿去出售 也能卖不少钱 下面是要对这个水箱框架进行切割 然后重新的焊接一个上去 原本想着 如果没有找到同款的框架 就这样算了 现在既然找到了 那么直接就给它换了吧 用电钻将框架焊点全都打掉 然后给它整个的翘下来 这东西就是水箱的一个支架 其实当时撞机的力度还是挺大的 把这整个的支架都撞弯了 现在重新的进行焊接 喷涂一层防锈底漆 给这台好的发动机清洁一遍 接着再把它鼓到进车库 对两台发动机的零部件 进行一下更换 主要就是一个电子阀 跟一些线路之类的东西 将组装好的发动机 装回机舱内 车辆的变速箱 并没有进行重新的分离跟安装 因为他们买来的那辆备件车 是一辆超低里程的一个发动机 所以整体的都更换了 连接好排气管和传动轴 跟内部的一些线路以及管路 安装好蓄电池 然后尝试着启动一下 看看能不能启动 如果原车的发动机 没有进行过多的改装还可以 他们刚刚对零部件进行了一些更换 所以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 很有可能启动不了 果然出现了一些问题 现在需要排查一下 他们最先想到的是没有油了 喷油器不能正常喷油 所以他们举起车 检查了油路 包括下面所有的电缆 结果是在发动机舱 找到了这么一个传感器 就这传感器似乎有点问题 这里面的针脚看着有些歪了 可能是这个接触不良导致的 小哥准备把针脚摆正过来 然后再试试看有没有用 看来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依旧没能正常启动 现在查看其他的原因 换了一下图伦轴跟气门尸盖 车辆终于成功启动 给两位小哥机动坏了 继续安装机舱内的一些零部件 把这些散热器的管路连接好 装上帅气的冬孤头空滤 重新安装好悬挂等配件 排放原车机油 更换新的机油滤清器 加住一些冷却液跟机油 然后再来重新启动一下 确认发动机的运行没啥问题 开着它出去跑一圈试试 看看车辆在行驶过程 是否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车辆运行一切正常 就是仪表盘上面的引擎故障灯 一直亮着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台引擎的VTEC模式不能介入 因为这辆车不能超过3000转 这个VTEC只有在3000转的时候 才会启动 但是现在引擎无法超过3000转 所以有些问题需要处理 两位小哥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面是要赶回去检查一下 回家之前加些燃料 这里加的是93的汽油 相当于他们这边最高的标号 这个油是3.299美元一加轮 回到车库之后 两位小哥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这个钢盖 因为他们怀疑 VTEC无法介入是突轮轴的问题 看了一下突轮轴 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接着两位小哥又把车子开到了当地的一家商店 对车辆进行了一下检测 结果读取了一堆的故障码 这边回到车库之后 他们决定还是修复原来这台发动机 此时他们在拆解的 就是从原车上面拆出来的发动机 由于刚刚对该发动机的突轮轴进行了兑换 所以现在他们不仅需要把静排气气管 全部都换回来 还有这些线数也是进行了对调 还有就是这套突轮轴 也全都进行了更换 两位小哥也是被这台发动机整无语了 真的是太折腾了 现在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台发动机的一个情况 这边活塞顶部有一些白色的物质 应该是钢垫和冷却液混合掉的脏东西 不过活塞的状况 看着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也没有拉钢的现象 下面来看一下这个钢盖 确实是钢垫坏了 导致冷却液流入发动机 所以现在需要对这个钢垫进行更换 他们也是买了一块全新的密封钢垫 对钢体以及钢盖表面 进行一下清理 排放原车机油 然后装上新的钢垫 对整台发动机进行重组 接着再把它装到车子上 去一趟商店购买一些机油跟冷却液 虽然现在车子正常地启动了 但是没有试车 还不知道这台发动机是个什么情况 小哥这边在用机油标尺不断地去查看这个机油的情况 内心也是比较害怕 两位小哥这边更换了一个全新的蓄电池 准备再来启动一次试试 结果这次启动完全就启动不了了 他们检查了一下 发现这几个火花塞全部都被水泡了 所以他们要把机油放出来 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这台发动机基本是废了 又有冷却液进去了 整个机油又是油水混合的状态 所以这台发动机不仅仅是更换一个钢垫的问题 两位小哥也是非常的头痛 昨天一天的修复工作等于白做 而且这一次花费也比较大 转眼过了好几天 他们又买了一辆本田S2000 为了修好这辆车 两位小哥也是够拼的 咱们可以看到买的这第三辆本田S2000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虽然被撞得十分严重 但是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们下面的工作就是把这台发动机整体的拆解出来 接着给它移植到第一辆车上 先给车子开进车库 然后直接开始进行拆卸 大乖个人感觉 这辆红色的S2000要比那辆银色的漂亮很多 依旧先是拆掉车头附属件 排放原车油液 断开与发动机相连的管路以及电缆 拧掉其固定螺丝 随后将整台发动机从机舱移出 接着给它装到银色这辆车上 由于发动机拆拆装装的次数太多 对整个工序已经是轻车熟路 所以没一会的功夫 发动机的对调工作就已完成 加住新的机油跟冷却液 接着启动车子试试 启动的过程非常地顺利 车尾也没有冒烟 发动机的运行情况也非常地柔顺 两位小哥终于开心地笑了 装上车轮 添加刹车油 准备出去试一下车子 看看VTEC模式能否正常使用 真心不容易 花费了这么多时间跟精力 总算是把发动机的问题给解决了 接着继续下面的工作 保险杠由于被撞之后出现了断裂 两位小哥也不打算对保险杠进行更换 所以这边要来修复一下 修复的方式也十分地简单 就是一个烫塑的工序 使用砂纸将其打磨一圈 接着往上面填补逆子 刮涂完逆子之后 需要晾制一段时间 把逆子完全晾干 晾干之后再开始打磨 所以两位小哥也蹭着这个时间休息一下 开着这辆车在院子外嗨一番 一个绕桩的飘移 看得大乖都想上去转两圈 两位小哥展示完一圈飘移过后 回来还要继续打磨的工作 这个保险杠不仅要打磨处理过的部位 整个杠体也都要进行打磨 因为他们要对车辆进行一个全车的喷漆 先对修复的部位喷涂一些底漆 现在两位小哥准备对车辆进行一个整体的湿磨 做些喷漆前的准备工作 而且他们还有些新的套件需要安装 所以还得继续工作 先拆除引擎盖上面的喷水管 以及左右叶子板上面的转向灯 包括这些标志全都要拆下来 然后开始湿磨工序 这边有一个他们买的套件 是两个座椅 他们觉得原车那个座椅是皮式的 而且时间也比较久 皮子发生了一些裂纹 所以非常的难看 咱们把这两个座椅装到车上 调制所需的颜色 接着对车身的一部分进行一下喷涂 因为全车喷漆的话 需要分成几个步骤去做 现在他先喷涂的是门槛的部分 其实门槛部分可以跟车门还有引擎盖 以及后备箱的内部 和左右叶子板两侧的边缘一同喷涂 但是小哥这里分成了三部分 因为这些位置全都属于车辆的内表面 至于外观件等会 就留到喷漆房去处理 他现在喷的这些部位 喷漆不会喷得很厚 一般也就是两层面漆 一层清漆 只要保证视觉上的效果是一致的就可以 现在做这个引擎盖内部的漆面打磨 上面的这些贴子都需要保存起来 防止后面车检需要 一般这个打磨工序 也就选择500或者600目的砂纸 进行湿磨 也给它们的内表面喷涂一下油漆 这些东西 只要看起来没有色差就可以了 下面将这些覆盖件 以及车辆 一起运到喷漆房 对整车做漆 车漆的问题解决好后 接下来就是一些简单的组装工作了 先安装软顶后面的部件 之前为了修车 很多的部件都已经拆下去了 特别是一些塑料的装饰板 现在要将这些东西全都附位 并且在安装的同时 两位小哥还对车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装升级 用清洗剂擦洗一下后面的塑料件 装上车门的内饰板 下面来处理车尾 他们为了这次升级 准备了很多的部件 后面有一个帅气的小尾翼 原车的尾灯也不打算用了 已经有了全新的尾灯 现在试验一下灯光的效果怎么样 倒车灯正常 试扩灯正常 刹车灯正常 转向灯正常 整个灯光系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接着把这个天线给它装好 对前保险杠进行一下组装 翻新两侧的大灯 再将保险杠装回去 将新的轮骨与轮胎进行匹配 随后给它装车 换装了新的轮胎之后 车身的离地角会进一步地减小 因为他们选的这套轮胎 要比原车的小一好 这是一个全新的方向盘 因为原车的里程比较高 方向盘的磨损也比较严重 所以 小哥呢 直接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 车辆的前唇跟尾翼装好之后 这辆本田S2000 维修到这里 也就完工了 对于这辆车子 两位小哥 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整车修复后的效果如何 就这车身颜色 简直太哇塞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要非常感谢 Gun Squad提供的素材 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Gun Squad